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猴哥阿典 这个这把的情况和上一把很像 一开始聚到实验室之后 刁的一是想跟人对身份的 没有人信他 然后轰轰在那边好像做那个实验室的任务 做三个柱子的实验室的任务 后来杰哥很急 他说我是鹅我是鹅 有人对吗有人对吗 我看杰哥没有人杰哥 我就跟他去隧道对身份了 我们刚对完出来走的时候 迎面遇到了猴哥和阿典 然后直接是一个人刀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刀没跟上 具体是谁刀的我没看清 因为他们俩凑很近 我跟杰哥也凑很近 他们冲过来刀了一个 我直接就拍了 好吧 直接那我们先说猴哥吧 不用听他们狡辩 不用听他们狡辩的 直接面刀的 好吧过了 呃那个藏乐应该是保镖啊 藏乐应该是保镖 完了 我去票 过 出所有困吧 你投票啊 阿典发言 他保不了一点 哇 后哥我是保护你的保镖 这你怎么是头狼啊 那我肯定要投你了后哥 实在不好意思 过了 O的K轰轰发言 呃 已经游戏结束了 但是跟我们好人没关系了 罗点三郎 阿典孙悟空 刁得一啊 刁得一跟小AC走的 人不见了 星一有可能是醍醐盘啊 哦 铜猪有可能是 星一不知道 也可能醍醐死了 我只随便说一下 你们可以反打我啊 反正我是知道的 罗点三郎 阿典孙悟空 刁得一 我投阿典了啊 不知道投不投得出去 醍醐不在 但是长乐没点票 估计很难 我投阿典了啊 铜猪应该投阿典了吧 因为李仔仔一开始 说的投阿典 铜猪你说吧 你说完我再挂票 因为只有我跟星一 应该还能投投票 谢谢 大汉舅舅来了 别怕 还跟小AC走过 谢谢 你这个时候还分票 轰轰 肯定他们两个投了 肯定要投孙悟空啊 我一开始就说 我肉质 我肉质呀 我跟铜猪这种铁好 我铜猪 长乐没有在那对身份 然后我们死了四个人 孙悟空跟阿典是定狼 二匹狼在 雕的一根轰轰里面 出一个 这一路肯定出孙悟空了 他都给他 把长乐没有给拘了 你还分票 轰轰 投孙悟空 投孙悟空 不要听雕的一发言 雕的一可能是狼 我们直接投孙悟空 过了过了 如果踢过来不在的话 我们还有机会赢 踢过来的话 没办法了 过了 我现在已经搞成这个游戏 要听一下 首先第一 具体是 全票打飞孙悟空 这是一定的 第二 库庸杀手 一定要有保镖 这个白 杀的那个人 肯定是带个保镖 谁跟那个人走 谁就是保镖 我跟你讲一下 投票呀 投猴哥 投票 哄哄 哎呦 我真的 这不都说了吗 那不是那心意都出了呀 来他鬼死了 别走 我要等你说话 轰轰在抓谁呀 轰轰在抓轰在抓 轰在抓 哇 完了 我可 直接直接 换一杯CB 去饭糖 走 轰轰应该是提胡 直接给我杀的 走 直接堵饭糖 他在装 他在装 阿爷 你不要 他在装 找你 没有人 没了 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等我说话呢 你看星医都投了 我都投了 你感谢爱神了 如意 认识一下 也有错吗 感谢爱神 你听星医 他已经投了 不差我们一票了 露姿是吧 怎么讲 现在爆肉汁 直接 真一湿的 直接上去一刀 不是 漏 好不好 谁爆肉汁 直接上去一刀 我想确认 对 我难得了 谢谢 因为场乐妹妹说 投猴哥的时候 我投的 很痛 那我不知道 OK 高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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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 我 我是哥 我是哥 我跟新姨走了 我不信你 没骗我吧 没骗你 我们俩直接来这 我都不怕 我是网红 好吧 我就单访一个人 我去单访 我找个人单访 我再把事情接着 我再把事情接着 我跟前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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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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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我没搞懂啊 这是卡了还是怎么了 欧的可以哄哄发言 首先这个鸡腿 在哪拍到的 这个鸡腿在实验室 左上角拍到的 尸体上面是 年糕的 年糕 那你也得走 那我大概知道了 你要不再给我 踩个狼出来 长乐妹妹 你要走了的 你是提活 当时是 我是鹅 小C是 小AC是漏只 然后我们两个 进了地牢拍身份 然后我们拉了个 李仔仔过来 我们让李仔仔先拍 他不拍 然后旁边跟了个长乐妹妹 长乐妹妹过来之后 二话不说 我说 小AC困境走 他们两个不说话的 有可能是双狼要动刀 然后我带着小AC 往下走了一步 上面的李仔仔就不见了 然后我们就上来 那李仔仔不见 我第一时间 肯定要找长乐 对吧 长乐因为他在门口嘛 结果长乐也不见了 然后我跟小AC 从地牢往上走 往上走之后 就看到这个 实验室的左上角 有一个年糕的鸡腿 然后长乐妹妹 站在鸡腿旁边 假干妈干的 那一句 不是 那你告诉我李仔仔去哪 要不再给我 我踩一匹狼出来 反正李仔仔的死 你肯定要买单 然后年糕这个导牌呢 你可以给我踩一只狼出来 我可以打你为一张 好的鸡腿牌 好吧 反正你这把肯定走 货 OK 星音发言 你说长乐妹妹是醍醐 然后又说他站在尸体旁边 还说你是鹅 你发言都聊暴了呀 哄哄 还不把我 暴力队友了 我知道谁是鹅 这一轮是我跟 杰哥交的一 还有猴哥在一起 我们五个人在一起 还有小新 我们五个人在一起 啊 你说他长乐妹妹是醍醐 然后你说他 他站在尸体旁 你这很明显啊 就是你跟小C为双囊 你们两个到了年糕跟 李展才对吧 然后年糕是加拿大 明显 我听起来是这样 好吧 你要不直接报了吧 轰轰 你的发言已经 就是国际不通了 报 OK 过 嗯 刁得一发言 是这样的 这个不就已经站边了是吧 你轰轰跟这个小C嘛 呃 新一跟新一 这个明显就是跟长乐嘛 是吧 如果围囊的话 就这个局嘛 2v2是吧 呃 现在新一直接起跳 认为轰轰到了加拿大 呃 虽然在我这视角看 机率有点低啊 但不排除 所以这把你们2v2的局 呃 莫这位归票 在这四个人里面啊 你们再听一下 啊 过 她的意思是 长乐妹妹的尸体旁边 年糕的尸体旁边 不拍紧 而且她看到李仔仔和长乐妹妹一起走 然后长 那个李仔仔不见了 然后拍进来李仔仔还没了 所以长乐妹妹要为李仔仔的 是买单 然后主要是长乐妹妹还站在尸体旁边 不拍紧 她好像没有说长乐妹妹是醍醐 嗯 我会听长乐妹妹发言 但我觉得轰轰是好人 然后过了 轰轰是好人 那你也出来送的呀 同株同学 因为李仔仔 就是在我视角 彪的一 新一 悟空 且指哥 我们5个人是 没有时间开这两刀的 但不排除我们这里面有坏逼 但是我 我听下来就同株跟阿典两张牌是一个外置位 他们两个是很有时间 去刀或者吃这个李仔仔的 然后前前面我是听到 空空有说这个长乐妹妹有吃到这个连高 所以新一跟我听感是差不多的 那我看清我底牌是个好人的情况下 彪的一去拉了一手2v2这个局势 我觉得不是很好 对吧 你就听长乐妹妹怎么聊嘛 无非这个新一是没有时间开刀 所以说他没有 没有可能说什么二打二 2v2这个局 我的信息就这么多 完了之后 我更偏向于轰轰 像是刀到那个加拿大的 因为长乐妹妹他不可能一个人站在尸体旁边 然后李仔仔也不能凭空消失嘛 好吧我过 嗯 轩武空发言 新一刁得一 写着我同桌 小心我们几个是走一起的 那外之位有谁 轰轰 轰轰他点踩长乐 然后轰轰说 这现在是这样的啊 轰轰跟小小臂应该是站边的 对吧 新一站不站边长乐 我们不管 但是这个这个版的里边有有好几个鹅 五六个鹅他都有可能出现啊 不是说只有一个鹅 我是鹅啊 我在这里是一张鹅牌 那长乐他的发言就非常的重要 他必须解释为什么他在那个尸体旁边不拍警 对吧 我们具体要听下他的发言 我觉得这个位置啊 给钱哥归个票没问题 阿点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阿点在哪里 啊 我从头到尾没见过这个人 啊 先给长乐发言过 呃 长乐发言啊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尸体 不是我刀的 然后这个小臂他是走上来的 轰轰他是从实验室上面那个走廊下来的 然后他是 我是先看到尸体 然后轰小臂上来轰轰下来 我是从地牢上面上去的 这个李仔仔我刚开局跟他复活在一起 然后我们俩直接分到扬镳 我到实验室上方 然后往下走的时候看到这具尸体 小臂从地牢那边上来 然后轰轰又从又下来了 我觉得是轰轰刀人 然后往前走 然后他看他的队友小臂上来了 然后他也下来 两个人打我 别的没有啥 轰轰小臂双狼好吧 他们之所以没有刀我 我觉得小臂应该去下面 就是杀了那个李仔仔之后上来的 过了 小臂发言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好吧 轰轰在我面前是一张铁好人吧 你们听我说我们三个人对完身份之后 这个长乐当着我的面 吃人 吃完后尸体不报警说是把李仔仔吃了的 然后我们走上去看到连高的尸体 长乐站在那里不拍紧 轰轰才拍了紧 我这票就直接挂给他了 我一个肉鸡你能踩我的 我开局就第一个报的肉鸡好吧 过 你连续两把肉质啊 来来来来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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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摄额 我现在开始单方七一 我开始单方七一 对不对不对 谢谢男语JH 这小臂 不是小臂 打了铁锁 这个任务我做的 我打了铁锁 这个任务我做的 我打了铁锁 说来说去也没说明白 我来 我得跟着你 来来来来一起走一起走 轰轰怎么说 你你你你跟他俩走 我不跟你 在左边 我怕他俩双刀我 我害怕 我跟着你俩走好不好 你跟我来 阿典在做狼任务 阿典做狼任务 阿典做狼任务 警长双刀 坏了啊 警长双刀 但是全票打飞阿典啊 阿典在那做狼任务 刚做完就开阿典 我就说这阿典 这人我怎么没见过呢 对是不是 那警长双刀了 现在小新跟同株他俩死了 应该是双报啊 反正先全票打飞这个阿典 那小毕跟轰轰这两张牌 我其实我还是有点拿不太准 我说句实话 我们好人现在比较难赢 说实话啊 如果轰轰跟这个小毕是双篮的话 我们比较难了啊 先把阿典票数就过 哎呀 小毕小毕 拿不太准呢 阿典了小毕 我卖卡卖了 刚才卡了一下卖 啊 小毕发言 我一个肉汁 好吧 把把肉汁硬不硬 羡慕不羡慕吗 啊 我就是把把肉汁 这个小新纯小脑警长发力了 然后警长双刀 不用管 哎 全票打飞阿典 拍林进来之后 然后把这个新一根 雕豆一 其中当中一个弄了 过 阿典发言 我没有做老任务啊 我在书房里是做那个拿 就是我还没书还没拿上来呢 然后就开始报警了 我剪了还吃的 我只能说一个信息 现在网红没有死 我是好人 过 孙悟空都说你做任务了 还拿起书 没有做成不 不太可能 其实上一上一轮 常乐的发言 绝对我觉得很正啊 孙悟空真的 我觉得哄哄跟小毕就是老 不可能把把肉汁的 这不可能的 我这能先投阿典吧 我先投阿典吧 Old K哄哄发言 铁哥应该是过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上一轮 我这一轮 我只知道警察双刀 而且我知道为什么警察会去刀小星 小星是上一轮第二只位顺踩我的人 星星是第一个打我 把我打死的人 我都感觉你是个呆呆鸟 但是星星那个发言 他确实是把我这顺打的人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地牢里面 他吃了一个鸡腿 上去他站在鸡腿旁边 他不报警 他说我往上走 往下走 你们没有人在实验室吗 是没有吧 那我为什么要报这个警呢 首先我跟他就做不成双狼 你说我们两个不共鞭 我要是不共鞭 我就把他刀了 对吧 不共鞭我看到提胡吃一个 我不把小小AC刀了吗 对是不对 铁哥在我这也不做好发言 星一这回合我在单房他 我说了我肯定单房你 因为我这样鹅牌 我不怕死 我死了你要买单了 对是不对吗 星一 所以我一个好人 我肯定单房你 再加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你打我们两个是双狼 或者说单边狼 我进去 我说了 左上角任务 我做的 我敲的铁窗内 在地牢的左上角那个铁窗 我第一次进来就把它敲好了 所以我敢跟这个肉质进去对身份 我这么说你还信我吗 你还不信 你还不信 你告诉我为什么小B 长乐不拍警 然后什么下面 他长乐上有没有发现什么 李仔在下面刀了一个 AC在下面刀了一个 我在上面刀了个年糕 我凭什么让他上来 他在什么位置能上得来 我是一个实验室上面往下走的人 他是一个地牢往上走的人 对不对 而且我们的小AC又在地牢 那长乐妹妹 怎么能上得到实验室左上角呢 这是个铁逻辑吧 他没有路线过来 他闪现过来 不可能吧 对是不对吗 铁哥发言和新一发言 在我这不做好 新一是第一个起来打我的人 所以警长刀小心 我能接受 过过过过 时间给你们 OK 神将新一发言 本来第一轮我是打你的昏昏 但是这一轮发言听下来的话 我感觉你我也好 你跟小B一个我也好 但如果你们两个我也好的话 那坏人就只有 阿典是固定的那个坏人牌嘛 那我这里可能要听 铁得一怎么说了 可是长乐发言太差了 如果你们两个我也好的话 他应该是好 我的身份跟他也报过了 我们两个我也好 对 我想想 我想想 要么你轰轰跟小B双浪 要么你阿典跟铁得一 或者阿典跟铁哥双浪 我听一下那个 铁得一怎么聊 但是这一轮是一定要刷点的 好吧 破了 第二阮发言 是这样的 这一轮出阿典没问题 因为首先悟空 我对长乐应该是个懒 要么就是提胡 好了 把阿典跳了 我觉得我心可能是为好 你们搞错了一个 我上来也打他了 一个懒 对吧 对那面的 你们 后后你没反应过来吗 这个 你杀的是一个长乐 还剩一个懒 小铁又不是他队友 他把他自己裸出来干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质疑他 对吧 他只是质疑他而已 所以心一一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防他 然后再聊一下这个小C 小C自爆肉资 连续两把 你爆肉资 你不能你爆就信 但是你自己轮下来 没有动刀的情况 然后你打 刁的一根心一 对吧 你刚领了的发言 这一点我记下了 好吧 我不知道你是 故意的 还是 你有你的判断 对吧 茄子刚才跟心一 我们三个是在反逃的 我们过去的时候 只有我们三个去 心一上来就说 我要到同株 他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第一轮 觉得同株跟你哄哄 对吧 所以他认为 他可能是你的队友 上去把他刀了 发现不是的 基本上没有信息 也就等于说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除非你身份能自身 否则的话 从这一轮的局势来讲 包括听感上来讲 都有可能构成深水 不要花里胡哨 好人不要不带脑子 除非身份能自身 先出2点 过 我是小B 不是小C 出不了啊 剩一个了 还剩一个了 还剩一匹了 肉汁 肉汁只能信你50% 好吧 OK 还剩一个了 还是一匹了 还是一匹了 对 小的一或者切割 小的一或者切割 咱们上一直走吗 跟我走跟我走 我是网红 你是肉汁 孙悟空是鹅 对吧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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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个一起走 你网红你怎么要带刀我呢 你网红 网红怎么带刀我呢 我刀谁了呀 就是啊 你们要刀成猪吗 小心刀了爆开的 不是我 我跟西姨 我跟西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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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走 拿一个够了 我拿了一个方法 关门了还 很好啊 直接拉铃 走 怎么说 谁没喂啊 谁 新姨不是拿了一个 为什么不喂 新姨 新姨拿了一个 为什么不喂 你不会我喂 谁没喂 你们三个美人 都拿了一个新姨 没喂呀 我没拿 走走走 下 走 我没 materia 没找到 张德义把刑个刀了 赶紧赶紧 嘿嘿嘿嘿 吊德乙 QJ哪里去了 吊德乙 我需要一个解释 全票打费刁德义 没有被门关注哦 刁德义 过 O的K轰轰发言 全票打费刁德义 我们四个在一块 我们四个在一块 过过过过 OK 刁德义被门关注了 被门关注了 然后关门杀人是吧 全票打费刁德义 好吧 但是 还是想听你狡辩一下 听你说吧 刁德义 刁德义发言 是这样的 你们先不要挂票 刚才 那个任务开启的时候 我被门卡住了 我过不去 在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到 但凡出问题 你们一定打我 对不对 非常好 你们这四个人里面 有一个深水狼 有一个深水狼 我现在想对话 你悟空和风风 因为在我视角 就是你风风和悟空 大概率 回好了 我想盘下小C和新一 你们四个 是不是从头到尾 在一块 这一点 你想一下 我这把可以出 没关系 你们可以直接挂我票 当我出去之后 你们回忆一下 刚才谁 是后面加入的 新一还是小C 没有 对话 因为你身份在我这 从听看 从第一轮开始 到现在 大概率为好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如果说 我现在发言 你觉得是OK的 你觉得好像 有这么个回事 你可以直接挂票 假设新一是最后入队的 你就挂给他 不挂 那肯定是小C了 也不挂 那很奇怪了 那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呀 很奇怪 很奇怪 轰轰 可能悟空不知道 轰轰你是不是 如果说你是确定 小新最后加入的 你过票 OK不挂 小C OK小C 全票打批小C 没毛病 假肉吃 搞到现在 非常好啊 深水之 OKOK OKOK 投我投我票 OK OK 只有我投了 我自己点自己票 怎么 怎么回事 我点了自己票 怎么把调到一桶了 我也算 就是怎么给他 我只能 太空不杀 调调一 换票师 换票师 玩得好呀 玩得好呀 卡脸爆了个冰一年了 调调一 现在玩得6啊 调调一 啊 哈哈 算了 算了 你就死了 不是 我下来就被吃了 哎呀 哎呀 被后面呆 我知道 嗯 很烦 养了一手茄子 你这 其实我 我只能 这么明显啊 我有 你知道吗 但没有办法 只有你 只 只能这么说 你这个卡点复活 抱一手兵一员 我是 一开始 5050了 你知道吧 我只能 要 要 要 我就信到底 对不对 要么你就 你这剩水 我真的 他一开始 不活 你知道吧 还在那个画面 能听到他说话 他抱了一手兵一员 刚好 我跟他不活 你知道吧 我只能信一 你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我侦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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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星亿上把什么身份星亿 我上把网红啊 我跟猴哥一开始就比我 哎呦 你网红怎么可以踩我啊 不是 我第二轮你发言完之后 我就不踩你了呀 我就 认你我好了呀 对不对 你第一轮是谁要把我打死了 你知道吗第一轮 第一轮我有点怀疑李斯兰的 我感觉第一轮要把我打死 因为第一轮你说他是啼虎 你知道吗 然后你说他在私底旁边 第一轮我没想到你 你自己才加量大你知道吗 你呦 主要是第一轮 我给你我发言 我是鹅啊 我是鹅啊 我听起来有点奇怪 我第一轮感觉不是出鹅虹 就是出长乐了 对啊 主要是你说他是啼虎 然后又说他在私底旁边 你都走了 我看到阿典了 我看到阿典刀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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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意思来了 你卖了吗 你卖了吗 兄弟们 今天我们一元粉丝盘啊 送一个666就可以拥有粉丝盘 没有粉丝盘的可以加一下 好吧 没有粉丝盘可以搞一个 然后有荧光骂了 就可以一直往上 往上提了 我 我是鹅 那我跟你聊一聊 好聊一聊 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 哎 我是鹅 我跟年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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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糕 我 我冰原 哦 可以 算了 算了你回来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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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算了 我感觉偏不了你 我警长 哦 可以 可以 没有 那就我保护你 我们就上来了 怎么又是这个阿典 怎么又在同样的位置 丢得一发言 还好我回来检查了一下啊 小心 聊不拖啊 我正准备上去走 我想了一下 你小心 鬼鬼 追着一个人下去 在干什么 我回来看了一下 新一 尸体啊 聊不动 好吧 我知道你要起跳 你跳吧 打我到加拿大 上面都有人的 能给我做宝啊 你注意情绪 还有你的队友啊 出不出来 你们自己看啊 过 我和谐哥 哄哄一直在一块 我想问一下 常乐妹妹 有没有下去看 因为当时常乐也在 对吧 我记得 然后我和谐哥 一开始我们是看到 雕的一和新一 在那个隧道里面 对身份的 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都还活着 后来我们出来了 因为下来的人太多了 我们怕被三刀 我谐哥哄哄 我这轮可以铁堡 他们两个 然后过 你能保轰轰 我是要打算 踩这个雕的一 跟轰轰上来的 我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 旁边是阿典家 李宅宅 他们两个看到 我去了左下角 我说我下去看一下 结果我走到的隧道 看到了雕的一 当时跟新一在对身份 后面就是这个轰轰 那在我视角 你能保这个轰轰 我不确定的呀 那这一把 肯定是走雕的一的 雕的一 以为我从那个隧道里面 穿那个时空机 走了 但实则不可能啊 我直接来的时候 回手掏 回手掏到了一个 新一的尸体 但无奈啊 尸体离他比较近 所以雕的一 这一把直接出 直接出 我直接点他一票 但凡后置位 有人为他拜票 打成双篮 就这么简单 轻轻爽爽 我一直在跳身份 我是鹅 我这边可能 比较相信马老师吧 因为我跟清哥 还有马老师 还有阿典 我们四个人是一起出生的 一起出生在储藏室 然后我们三个人 正常往前进的 新哥一个人 在那个储藏室站着 他也不走 我不知道他是站到干嘛 是不是准备做老人任务 但是也不一定做的 然后后来我们 聚到一起的时候 新哥也是一个人 反正就慢慢又走过来 然后他说什么 他要下去看看 我觉得他的这个行踪 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这边可能 是比较信马老师一点的 马老师说看到的话 我信马老师 我投新哥过了 小心说他从隧道 来了一手回手掏 然后马老师拍的景 我觉得不太成立啊 如果你说马老师拍的景的话 他应该不是拍景 他应该是把你刀死 如果他俩有双篮 他俩双篮的话 新衣肯定是第一个死的 那他俩肯定是有席地 你进来你肯定是死 不可能说是 哎呀马老师说拍 你要打他为 说刀加拿大鹅 我就可以啊 但我要听一下 这轰轰发言好吧 但是轰轰是归票备 这样吧 年高你归个票 先把我信你 我是开了 马老师在隧道 最最左手边的 这个拐弯处 我是看到马老师 一直在那上下上下 然后就拍景了 这个小心哥 他确实 我在地牢遇到他的时候 我问他能不能信任 然后我也听到他说 他要下去看一下 我觉得小心 你去打哄哄的话 我觉得更做低了 你的身份 我相信马老师 过了 阿典发言 阿典全程和李仔的在一块 本来还有小心 我说咱们擦能不能聊 小心话也不说 他就去实验室右边 说看看 实验室右边是猴哥和年高 在对身份 估计他看见他了 在对身份了 然后回来了 他又去了地牢 他也没和我们说要报身份 哪有好人不抱团 报身份的 对不对 所以我投小心 过 哦 陈欣仔啊 你打这个哄哄啊 你是打不了的 这个票应该是出你的啊 不管老马是不是狼啊 这一个人肯定是出你的 我同株哄哄 三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啊 那不就是明了吗 小逼怎么死的 年高 孙悟空 孙悟空凭什么 要年高来归这个票 哄哄归不了票 哄哄同株 我三人在一块 凭什么不给哄哄归啊 那么就是小逼的死 就是你年高孙悟空 其中一个人动着手 好吧 这一票全非 全票打非 这个陈欣仔啊 常乐呢 我应该啊 听他这么讲啊 他可能是真的跟 想跟跟着小新下来 对一下身份啥的啊 没人理他 要么就够成双狼 反正我就不知道 反正这轮件 先出这个小新啊 这个小逼的死 你孙悟空跟年高 你两人在一块的 要为他的死买单了 我这票出红 小心 我死了就是猴哥卖单嘛 好吧 我身份给猴哥报过了 就出小新歌 就出小新歌 小新歌 他第一句发言说 他要打红红跟雕的一双狼 他说童猪你保牢的红红呢 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是三狼 你的视角 直接把童猪宰了 那你就得是狼 外主委不是有个常乐妹妹吗 所以我不知道 茄哥发言在发什么 外主委唯一的外主委 不是常乐妹妹吗 李仔仔阿典在一起 雕的一拍的面倒 你童猪轰轰茄子在一起 我和猴哥在实验室右边抱身份 哪来的这个小臂 没有小臂 那我们就先出小新歌 常乐妹妹在我四小时外主委 要不然就他们练 过了 O的K哄哄发言 首先茄哥是不知道 你们两个在一块的 也有可能你们两个 双狼在那里递身份 就是互相穿衣服 这也是有可能的 茄哥的发言 只是在于猴哥的前提下 直接让你归票 觉得我归票归不了 首先我这把跟茄哥同属 全程在一块 他抱肉资的时候 我就说我是鹅 我们两个得抱团 我是紧紧抱团 我们拉人来聚训都行 基金隧道里面很多人 我直接害怕 我说我们走 然后这把全票出小新 常乐妹妹在年糕的发言里面 是个老单位 下巴希望有个人去注意一下他 过过过过 我们快乐几何 我们杀 猴哥来饭堂 来不了一点 来这个票行 什么情况 估计是狼也投了他 卖了 票行不太对 无空来饭堂 改速 怎么踩着蛋蛋鸟的呀 小的鸟 我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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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玩笑 你开玩笑 我开玩笑 我开玩笑 哪下 我妈的我跟着两个 我妈的 哪下 我女妈跟着两个 我靠 他头上鸟 小的鸟 小的鸟 不是 我只能装太好 我只能装太好 我沒有選擇 這個紅紅結果也是很重要 沒的選擇 我你媽我人暈了 我媽媽帶著兩個狼走 好不好玩嘛 千哥